徐富凯日前在高雄开唱泪洒舞台 才曝光了爸爸的病情 徐爸爸出发晕倒送医 在爸爸生病的期间 徐富凯依然静夜接受媒体访问 透露爸爸昏倒已经挠死 状况非常不乐观 13日徐富凯经纪公司发出声明 证实徐爸爸已经离开享受72岁 徐富凯上周受访时表示 爸爸晕倒时他仍在台北工作 接到二号后就立刻赶回高雄 他还透露爸爸因为不喜欢去医院 所以一直拖 没发现这么严重 徐富凯一直以来跟爸妈感情亲密 会当明星也是因为爸爸一路的栽培 因爸爸生命的关系 徐富凯销受许多 也一直在期待奇迹出现 结果13日传出不幸的消息 徐富凯的经纪公司 喜乐娱乐发声明表示 徐爸爸于今日安详离开 富凯目前已返回高雄老家 协助办理徐爸爸的后事 最后希望大家给家属一些私人空间 也谢谢各界这阵子以来的关心及打气